家人们你知道饭店里的干炸鲜膜为什么那么香那么脆 而且凉了也不回软呢 这是我在早时花五元前买的八两鲜膜 先把根给它去掉 再给它撕成大一点片 这样炸的时候就不抽出来 吃着口感非常的好 锅中水开以后 把鲜膜给它下入锅中 焯汤三分钟左右 我们捞出 用清水清洗一遍 钻干水分装入盆里 点开视频的家人们 今天还得麻烦点事啊 帮二姐点个赞呗 就是向着瓶膜点两下就行 今天你就帮我点两下吧 我知道你手里还有 辛苦您了 加入一小勺的精盐和一勺的紫篮粒 一勺的辣椒粉给它抓拌均匀 再打入一枚鸡蛋和一勺的玉米淀粉 再次的给它抓拌均匀 家人们如果稀的话 咱们再加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再次的给它抓拌均匀 抓成和视频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为了抹锅炸出来以后更加酥脆 咱们再少加点食用油给它抓拌均匀 锅中有热放个筷子 筷子冒小泡的时候 这就是炸蘑菇的最好时候 咱们一个一个下入蘑菇 防止粘连炸糊 炸至定型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拌一下 直到蘑菇全部炸起 我们捞出控油 等油温升高 我们再次下入蘑菇 复炸一下 炸至外表金黄酥脆 我们捞出装盘 如果爱吃烧烤味的 可以撒点烧烤料 不撒也好吃 加什么 最后二姐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粘液饭 不知道吃啥做啥的 你就关注我 关注我 没有